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好 主祝福大家 我們今天的訊息就是成為一個有智慧的善良人 而兩樣最重要就是善良 心地真是祝福人 對人好的 善待人的那種良善的心 以及有智慧如何去祝福人 我們首先講一講有和沒有良善和智慧的分別 我們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你發覺真心對人好好的人是少的 真心去愛人的人是少的 首先講一點就是良善比較智慧更加重要 良善是遠超過智慧 就算個人沒有什麼智慧 但是良善已經很好 但是他很有智慧 他不良善 邪惡就很糟糕了 所以第一就是良善 因為良善他內心的質素是非常重要的 《前書十三章十三節》 如今常傳的有信有望有愛 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 最重要的是愛 就是說 在心裡面真是會關心人 愛是什麼呢 會關心人 會想幫助人 想祝福人 想對人好 這個就是愛了 而馬太九一十三節就是經常說 我喜愛怜恕不起愛祭祀 原來神喜歡我們有什麼心呢 憐憫的心 我們看到人就想祝福他 看到人就想到如何去祝福他 我們看到 就是在網上有很多的影片 有時候我洗碗 我就會看一些影片 因為有時候我聽聖經 我 見到有一個異教徒 他是本來很敵黨 基督教的 他是用很多方法去敵黨基督教 但是後來 當有一個人能夠慢慢 引導他 他知道耶穌的好的時候 他是不怕生命的危險 還有他是家人也都很大的傷心 他父母很大的傷心 如果離開他們的宗教 去信耶穌是極大的罪 甚至可以被殺的 但是這個人信耶穌之後 他真的很有憐憫的心 他四處去 街上 去街上去幫助很多這些異教的人 他也有很多的講座 我見到他真的很憐憫 甚至當時 社會都逼迫他 其實他其實是在美國的 但是在社會上也都有一些人 給政治的壓力 要將他捉 但是後來法官判他 無罪 因為根本他不是他惹事 是一些人惹事 因為有些人是攻擊他 但是他有一個憐憫的心 充滿憐憫 當他見到人沒有耶穌的時候 他心裡面很憐憫 因為他自己經歷過 他沒有耶穌的時候的 空虛 孤單 痛苦 但是當有耶穌的時候那種奇妙 我見到有時這些見證 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覺得真的有些人他改變之後 他立刻很想傳呼音 我都感謝主 當我一信耶穌 我立刻向我家人傳呼音 他們叫我你不要傳了 不要再跟我說 我等一段時間又跟他說過 我到今天為止 我見身他們都是傳呼音的 就是告訴他們耶穌多好 當時我的同學 我個個都向祂傳呼音 我周圍有機會 我都向人傳呼音 甚至在車上 我都有向人傳呼音 因為我真的覺得 耶穌是最好 唯一的拯救 所以我心裡面有一種憐憫的心 而我因為現在時常在網上 有很多影片 所以很多人找我的 我都是很樂意去幫助他們 除了幫他們 我亦都在外國 我越來越擴展更多去訓練人 侍奉神 當他們經過這個訓練之後 就覺得很好 這都是用英文的 用英文為主的 這都是神賜給我這個憐憫的心 我希望大家 在心裡面說 這個世界真的需要耶穌 他們需要神的拯救 神賜給我憐憫的心 愛他們的心 也都有智慧 我怎樣去做 神經講到很重要 針言四章二十三節 你要保守你的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後是由心發出 就是我們的心 是一個關心的心 你自然整個生命就會關心 心裡面經常都想著 哎呀那些人對我不好 哎呀那些人虧待我 那些人不好 當我心是想著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整個生命就很多苦毒 很多埋怨 很多傷心 其實我都一樣有人虧待我 但是我就覺得 是他的問題 其實他慘過我 因為他虧待我 他慘過我 所以我就會為他祈禱 求神憐憫他 在我心裡面 因為我時時保守我心 一有些什麼不好的意念 我都會有些不好的意念 彈出來的 人人都有 因為我有罪性 有時都會彈出來 說這個人真是不好 或者有些不喜歡他 我相信大家都有的 但我一有這個意念 我真的說這個不對的 我立刻就會處理 神祝福他 祝福他 求主憐憫他 我立刻將這個 心裡面的不起悦 轉做一個祝福 其實我看到人的不好的 曾經有一次有個人跟我說 牧師你這麼良善 你一定會被人欺負的 我說你見我良善 我不是容易被人欺負 我看到人是怎樣的 不過我一樣對他良善 他以為我是人都相信 就是我是人都對他好 他以為我是人都相信 他說你很容易被人欺負的 我說我不是這樣的 我是知道他不好 不過我一樣對他好 因為我選擇對他好 不是因為他好 我是因為耶穌好的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總是對人好 有很多人問我 他都說我家人對我不好 又不理我 又不跟我說話 又不關心我 很多這些說話 其實就是我們介意 其實在我周圍都一樣有這種人出現的 但我的心就說 其實他比我慘 我為甚麼要被他影響 我被他影響 我就不能夠活出神的計劃 當我活出神的計劃 神就為我開路 真的現在在非洲 其實因為非洲的人比較開放 很多地方我就用英文去直播 侍奉的訓練 他們很接立 我們都宣教機構 為他們買投影機 買電腦 WiFi機 最近有一個牧師 有一個意念 他說其實有些小的群組 就可以用平板電腦 那就省了很多錢 這也是一個我們會做的事 就是說 神賜給我就樂意去祝福人 願意去幫助人 我希望大家保守你的心 總是去祝福人 當你一發覺自己生氣某一個人 你就說神你幫我 我怎樣去善待他 我怎樣去改變他 求神給我們智慧 我們有愛心 就需要有智慧 善良的人 我們經文剛剛讀了 見到人就想到他的需要 就會憐憫和用方法幫助他 下面的圖 你見到鄰居 你就想想我可以怎樣對他好 怎樣關心他 你不一定要馬上傳呼 你關心他先 認識他先 關心他的事 或者見到人有需要搬東西 幫忙 雖然和我們無關的 但我們幫忙 他跌了東西和他收拾 和善待惡人 和尋找機會去傳福音 我講一講對比 世上的人和有些基督徒的方式又怎樣呢 喜歡講閒話 我們自己反思一下我們有沒有講閒話呢 講閒話和討論怎樣幫一個人是不同的 我都會和人討論怎樣幫一個人 但我不會和無關的人 譬如有一個人我們要幫 可能我和組長去談 我和那個幫他的人去談 怎樣去幫他 但心是甚麼呢 我想祝福他 但講閒話是甚麼呢 是講壞他 他那麼壞 講到別人都憎了他 講到別人都不喜歡他 知道他多壞 這個就是犯罪 凡是去批判別人 想別人更加不喜歡他 而對他沒有幫助的 這個就是閒話 但你想他好 你想他好呢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你想牧師怎樣改善 你就不是找 阿茂阿壽去講 沒有關係的 你找牧師談 有些人說我不敢找牧師談 你祈禱求神給你智慧怎樣去 你找別人談是沒用的 你幫不到牧師的 或者某一個人有些需要的時候 你想知道怎樣幫他 你都可以找我們的 跟你談一下怎樣的方法 但我們首先留意一下自己 有沒有聊天的時候 就喜歡講人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小心我們的舌頭 因為凡人所說的閒話 在審判日子必須要句句公出來 是句句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理為義 亦都要憑你的話定理有罪 到有一天 神公出來說我們 你看你說多少不好的說話 那時你真的很害怕 神 原來我做了那麼多不好的事 我希望大家到那時 神稱讚你 你真的講很多善良的說話 束縛人的說話 人聽到覺得舒服的 這件事是需要學的 怎樣說說舒服 是關心人的需要 不要用一個批判的心態 不要用批判的言語 只是去引導他 去關心他 回應他的困難痛苦 我有另外一些廣道 都之前有講過 關於怎樣言語方面的良善 在這裡我們不太長時間 另外也有些人是自私的 只是想我自己需要些什麼 或者說說傷害人 或者控制人都是罪 控制 要別人跟我的方式 當然我們有好 我們可以去鼓勵人 去引導人 但是我們不是唯一的方法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很多人 為什麼很多時候 一個婆婆 跟她的媳婦很難相處 為什麼呢 因為婆婆有她的標準 她的女兒她能接受到 但是她的兒子娶了太太 她的媳婦就很難接受了 為什麼她這樣洗碗 她這樣煮飯 這樣臭兒子 哇 我兒子肯病 肯死 這樣不行 就是因為她的心裡面 她很想她覺得 世界上唯一的方法 就是她的方法 我們也想一下 是不是我們唯一的方法 我們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呢 是不是沒有了我們的世界 就會死呢 大家想一想這句 是不是沒有了我呢 他們個個都會死 不行 其實不會的 沒有一個人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唯有神才有絕對的真理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不是要控制人 我們覺得那個人是好 可以引導 讓他知道 分享 但是當他不肯跟隨的時候 我們都讓他自由 我感謝主 我太太在這方面 是非常好的 有時候我們討論關於我的事 什麼事奉 我有時候都跟他討論 這篇道我都跟他談過一下 他都給我一些意見的 所以他有份 他很多時候會這樣的 他說我給了你意見 我有時聽 有時不聽 我聽了他講 不過我有沒有跟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你自己決定 這句說話我覺得很好 我跟他都一樣 我有什麼提議 我跟他說 但是他接不接受是他的選擇 這就不是控制人 聖靈不是控制人 他是感動人 帶領人 魔鬼就是控制人 所以我們發覺 被魔鬼邪靈控制的人 好像希特拉 他是要絕對控制人 所以我們不是要控制人 越受控制的人 他越反彈 越不聽話 但是越關心他 越愛他 他就越改變 引導他 從他的角度去想 你想不想將來更加好 你想想你的成績更加好 你想想你的婚姻快樂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問他 不是教他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更加好 他的時候 他慢慢會思想 另外最後兩種是很恐怖 你不要以為教會沒有 我真的見過 我希望大家真心的 如果有任何這些心態 千萬一定要在神面前悔改 當我們看到有些人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為他討告 不是去憎恨他 求主給我們的智慧 如何引導 也不受他影響 有時候有些人我們影響不到 我們可以做的就做 或者交給適合的人 其中一個很有問題的 良善的相反是什麼呢 心術不正 是很恐怖 有時候人是什麼呢 為了錢去結婚 這個是心術不正的 為了拿他的錢 為了要利用這個人 為了要傷害這個人 要做一些方法去傷害他 影響他的名聲 凡是做一些影響人的名聲 影響人的生命 影響他的生命的發揮 任何一件事是對人有傷害的 我們就留意了 我們自己有沒有心術不正 我們是不是想祝福人 無論那個人多差都好 當我們恨惡他 聖經講到 你看到你的仇敵跌倒 你不要笑 免得神轉過來攻擊你 見到仇敵犯錯誤 神懲罰他 你不要笑 因為神可以轉過來攻擊我們 即是我們的心裏 不要用一個仇恨報復的心態 無論多邪惡的人 我們都是對他善待他 神就喜悅了 神喜悅就是祝福你的生命 你想的神祝福你 全世界能夠祝福你的只有神 人只有一個媒介 人可以帶你去神那裡 但最終是神幫到你的 另外有些人就對付人 我要插到他死死 我要搞到他死死 就幫助我們 不會做這件事 我曾經認識有些教會 他們開會就會吵架 那些執事 他們經常都有他的意見 當別人不贊成的時候 他就會發脾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堅持己見 他就會跟對方針對 有時候有些教會會有敵對的情況 就好像這一群是這一黨的 那一群是另一黨的 這一群是贊成什麼的 這一群是不贊成的 就是敵黨 那我們求主幫我們 永遠都是善待人 見到人就微笑 招呼 總是跟他講好的話 神就喜悅 這個就是善良的心 邪惡的心就是一個 對付人 憎恨人 寄怨 不饒恕的 當我們沒有這個心 沒有這個善良的心的時候 我們做很多事情是沒有用的 有些人他以為他很多事奉 他做很多事奉的可以 但是他的心裡面 他跟人競爭 他看小人 他貶低人 講人的不好 這樣的時候 他雖然是事奉 但是他心術不正 所以耶穌稱之下 要良善忠心 兩人都要有的 有些人容易刺傷人的 就要跟人有一個距離 好像戰豬一樣 左邊那隻狗 就是被戰豬刺傷的臉 哇 很淒涼 整個臉都是戰 就是戰豬就是這樣 去保護他自己的 有些人就好像戰豬一樣 其實 通常人的戰是什麼呢 就是批評的 我曾經輔導過很多婚姻的輔導 很多夫婦來到 很多時候 夫妻的問題都是這樣的 男性比較傾向 少表達 少關心 少留意 女性很期望 他會關心留意 當男性不關心的時候 女性就會 情緒化 情緒化的時候會生氣 他生氣的時候 男性就對他沒有興趣 就越來越差了 男的就 不喜歡他 想他消失 或者跟他說一些說話是 負面的 不支持的 如果女性 亦都踩低那個男的 那就越來越差 好的婚姻是怎樣 大家明白 大家的分別 知道女性 是很想關心的 所以家庭有溫暖 是因為女性 如果全世界都是男人 經常都會不記得 假設男人 假設會生寶寶 他可能會不 以男人的性情 會不記得了寶寶很多事情 但是女性是會記得很清楚 並且放在心上 有人受傷 有人病 女性通常的心 是感受強很多的 那女性是這樣的時候 她都希望得到愛 因為好的婚姻就是 丈夫會更多看述太太 關心她 表達愛 那太太被呵護 她就會說好的話 她就會支持丈夫 當然兩個都需要學習 怎樣真的對對方好 那時候她說的話都是正面的 譬如我和我太太 我永遠不想說一句話 是令她覺得傷心 或者是批判 如果我覺得有些提議 我可以告訴她 但是不用批判 有很多人以為 她錯了 我就要批判她 你不對 你不行 不可以這樣 我們不需要用這個方法 我們問她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或者怎樣的方法更加好 就是可以問她 不用要批判她 但是很多婚姻就是怎樣 或者人際關係就是 喜歡批判 你不夠好 你蠢 你懶 我講到婚姻輔導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說你試試用正面的說話 引渡對方 欣賞她 不過說兩句她就會說 她哪裏做到 她不肯 她不行 她做不到 即心裏面已經全滿 裝滿批判 心裏裝滿批判 口就出批判 那你說她明明是不行的 但是不行 你越說她不行 她就越不行 有些作見證 男的跟女的出來 女的說了很多 男的說了 男的說了 男的沒有什麼聲音 女的做什麼 快點說 她越快點說 那個男的還會震到害怕 還不懂得說 即是越是壓力 人越是不懂得運作 但如果她說 你有什麼好東西 分享給她 大家聽 這樣的時候 她又覺得 你講得好 繼續努力 這樣人就會被鼓勵 所以我們要留意 什麼是吉祥人 而吉祥人的背後 就是心裏沒有良善 心裏有一種批判 看小人 覺得他沒有用 其實人人都一定有用的地方 不過每個人不同 即每個人是不同的 強項的 我們不同的強項 不代表他蠢了 他不是蠢了 他有他的強項的 我們就接納和欣賞 慢慢就可以提升 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 我們有沒有吉祥人呢 而吉祥的背後 我心裏面有沒有抗拒人 看小人呢 好了 先對比 那些沒有智慧沒有愛心 這個有智慧的人是怎樣的 首先智慧一定來自聖經和神 從聖經領受智慧 因為 敬畏耶穌是智慧的開端 神的智慧超越任何人的智慧 什麼人有智慧呢 承認我不行 我要靠神 那些人有智慧 我越靠神 神的智慧越臨到我身上 越自己覺得可以 反而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一定在神面前謙虛 神啊我需要你 你教我吧 聖經有很多個說話 當我們真的對人良善 祝福人的時候 他心裏面就生出各樣的智慧 神就會教你了 善良的心 他就會有智慧去怎樣善待人 一個人是邪惡的 仇恨的 他的心就吞了一塊 很多激氣 他裡面是沒有平安 沒有智慧的 所以第一就是從聖經 和和神的關係 而在生活應用聖經 就是聖經教我們愛仇敵 怎樣愛法呢 我們學去應用 那我自己就留意 我自己有時候 對一些人抗拒 那我就覺得這個不對 我就會處理 我求主赦免我 幫我去善待他 就是我在裡面處理 那由我教導的時候 就告訴別人 你裡面有些憎恨人 看小人 排斥人 我們知道這個是罪 我們就悔改 求主赦免我們 就將真理應用在生活之中 還有懂得輔導 就是聆聽 回應他 這個是需要學的 輔導不是一定要上課程的 你學習慢慢 引導人 關心人 回應他 關心他的需要 你都可以學到輔導的 還有呢 聖靈會教我們的 聖靈告訴我們 不要這樣對人 柔和對人 要輸人 那我們回應 我們就會更有智慧了 還有呢 講智慧的說話 做智慧的事 那這是需要求神去給我們 做每一件事 最好都 祈禱問神 也都思考 我這樣做 有什麼後果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這樣做 是會帶來好的後果 因為造成他更加生氣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想一想 才講呢 就不會講很多傷害人的說話 當我們想一想 我說他蠢 會不會他更加聰明呢 不會的 他更加生氣 那我想完 不要講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沒有智慧 我怎麼講 是需要想的 有時候我和一個人相處 或者我太太和一個人相處 我們大家都會商量 我們這個不是說閒話 我們真的想幫那個人 我們就討論 什麼方法呢 他就給我一些智慧 有時候他就想 怎樣和一個人相處 怎樣去處理一件事 那我又會跟他談 我們就找出一個方法 更加好 更加良善的 我們不是要害他 也都不是利用他 我們是良善 希望更加祝福這個人 那這個呢 就是能夠講智慧的說話 做智慧的事 這個是高度的智慧來的 然後跟著呢 事奉有策略了 事奉不是每個星期做同樣的事 而是怎樣突破 怎樣做更加有意義 影響更多人 我感謝神給我現在呢 在非洲有很多處地方 有十幾處的地方 已經開始這些的 事奉訓練 他們都很好的反應 是很好的反應 也都有些說出來 你教到我這件事真是好 那這個神給我這個 事奉 我感謝主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 我也可以讓你了解 我也都有這些文件 我有中文有英文 其實我有很多文件我寫了 就是我將一些神給我的教導 寫出來怎樣訓練人 教導人 好了 對比愚昧的人是怎樣呢 被罪控制 罪是會傷害人 被魔鬼留地步 將他整個生命拆毀的 譬如憤怒 在情慾裡面 對人不好 這些是傷害整個人的 自己虧損的 或者輕看神 因為神才是祝福我們那個 當然輕看神 他什麼都沒有了 亂說話 說錯的話 或者任意破壞關係 我曾經認識一些人 他很容易和人做敵人 很容易會發脾氣 很容易壞人不好 他覺得 沒有了這個朋友 就是第二個 我說你很快沒有了朋友 你有沒有想過 那些對你好的人 你任意傷害他 你很快會失去這個朋友 不是每個人會對你好的 這個世界上 朋友不是必然的 可遇不可求 當我們有一個好的朋友 我們欣賞 我們祝福他 善待他 我們就珍惜這個關係 而最重要的關係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配偶 子女 父母 這些關係一破壞了 很難收復 破壞容易 收復難 一晚一句說話 可以破壞了 但是你收復 可能很多年都收復不到 所以我們就留意 真的不要破壞 我們的任何關係 或者有些人 愚昧就是追求利益 以為我得到利益更多 但是其實有神 才是有真正的利益的 或者做錯決定 做錯決定可以 真的被人抓去坐牢 犯法 或者其他不好的後果 好了 這裏呢 跟著我們這裏是講到 我們怎樣有 下面是講到我們怎樣 即是怎樣有這個來源去善良 怎樣善良來自哪裏 在哪裏來有這個善良呢 善良的來源就是神 因為神是唯一 事事祝福人的 人的本性 我自己都承認 雖然我現在整天祝福人 但我本性不是這樣的 我們人都有善良的心 因為神做 不過我們人裏面因為有罪性 都有一種會生氣人 對人不好 有種陷害人的心 都會出現的 那我們怎樣能夠有良善呢 這個世界上只有神 是完全良善的 所以呢 首先是神的愛 神真的好 神經常愛我們 經常拯救我們 永遠赦免我們 我們感激神 越感激神 我們不用去地獄真的好 我們能夠有天堂真的好 那裏好到不得了 有些人去過地獄回來 他們真的說痛苦到不得了 那個地方不是為人而設的 是比世上任何的痛苦 強億萬倍 那裏的痛 那裏的熱 那裏的臭 那裏的窒息的感覺 和那裏絕望 被折磨的感覺 是強很多很多倍 有些無神論者 他臨死 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Howard Storm 他是一個無神論的教授 他在網上有 你找他的名字 就有很多見證 Howard Storm 那他呢 就 有一次呢 那個腸有意外 他就死了 死了時 有些人入手叫他 那他以為是醫生叫他動手術 因為他等醫生 但他未等到他已經死了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死了 有些人叫他 他跟著走走走走走 整班邪靈在那裏搞他 很痛苦 後來他想到他小時候 他記得 主耶穌愛我的這首歌 他就在那裏唱這首歌 跟著呢 耶穌就救回他出來 他後來就 信了耶穌做了牧師 有很多人 哇 經歷過地獄那種痛苦 又經歷耶穌那種愛 他覺得真的很好 所以 我們越親近神 我們就越有神的愛 耶穌這樣救我們 赦免我們 我們心中有沒有內疚呢 耶穌真的可以除去這些內疚 再沒有咒座 再沒有控訴 還有主會安慰 還有加上我們的力量 我們心裡憂傷 你多親近神 耶穌安慰我的心 耶穌在愛我的心 耶穌在愛我的 還有神是喜歡連率 祂喜歡我們連率 祂也都連率我們 祂經常都憐憫我們 祂見到我們 神就有個心 很想祝福我們 主也都看著我們 我有很多次 差不多到意外 神保守我 我有兩次跌在地上的時候 頭撞到地 可以很嚴重的 但是神保守我都沒事 我多謝天父 我經歷過很多危險的事 但是都沒事 我多謝天父 還有神會提升 就是說我們善良是怎樣 來自神那麼好 於是我要將神的愛 傳遞給人 我越有神的愛 我就越想去 將神的愛帶給別人 而當我們恩代人的時候 神就大大的詩恩 《勞家呼音6章35》 你們倒要愛仇敵 也要善待他們 並要借給人 不只忘常還 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 你們也必作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他善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 在這裡說到 神的特色是什麼呢 祂是恩代那忘恩和作惡的 神是一個善待 忘恩負義的人和作惡的人 神是對他們一樣好的 有一個人去到天堂見到耶穌 他說我犯很多罪 但耶穌的愛再來到他那裡 他說沒有人能夠預備到見耶穌 因為耶穌原來那種愛很大 他又說我跟很多女人上床 又神的愛又湧過來 他又說我吸毒 神的愛又湧過來 他心裡面真的被神的愛融化 這個人就用很多時間後來 他回來做牧師祝福很多人 神就是恩代這個這麼多罪的人 在他臨死 他就是呼求耶穌赦免他 但他上到天堂 他才發覺原來神這麼愛他的 神是一個恩代忘恩和作惡的人 在我心裡面我很喜歡神 我真的經常想到神 我就喜悦到不得了 我從早到晚都說 耶穌你真是好 多謝天父你經常都愛我們 多謝你疼愛我們 多謝你疼愛我們 多謝你 當我經常這樣感謝神 歡禮神 我心裡面就充滿喜樂和滿足 很有力量 還有很多人聽完我說話 他覺得很有力 因為經常都覺得 一想到神就很好 耶穌真是好 感謝天父 耶穌在疼愛我們 耶穌在一起祝福我們 那時候我們就有力 有很多人就不斷思考 他要用律法思考 我不夠乖 神看到我很多不好 神批配我 神不喜歡我 那他們就沒有力了 但聖經講不是這樣的 他是厚恥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 你跟祂祈求 祂不會罵你 我坐在地鐵 看到我小孩子跟爸爸說 我想吃雪糕 他爸爸回去什麼呢 立即抵一手 他立即不敢出聲 因為你再說 就蓋你一巴掌了 有些人會這樣 但天父不會這樣 他是厚恥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 祂不會罵你的 祈求你親近的 祂不會罵你 祂是引導我們 還有祂是善待我們的 所以我們既然神那麼好 我們就學祂愛仇敌 善待他們 借給人不只望上昏 這不是我們濫用 有個賭仔經常向你借錢 我們不要借給他 因為你借他還害了他 第一年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應該幫助他的 我們的賞賜就大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做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他是恩代那忘恩 和作惡的 還有我們的善良哪裡來呢 就是心中滿有神 心裏就裝滿善良 《革太十二章三五節》 善人從他心裏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裏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如果人經常充滿神的愛 他就會憐憫人 傳呼音 祝福人 當一個人被罪控制 下面那些批判 和人比較 講閒話 傷害人 不饒恕 他裡面就會出現很多不好的 基督徒我們兩個都有 為什麼呢 我們有新聖情 又有舊聖情 我們有新聖情 叫我們改變 尤其一初信很明顯 不過有些人信了主很久 慢慢就麻木了 他小親近神 小遵從神就麻木 他就開始說 那些基督徒都講閒話 他們喝茶 整班都講閒話 他們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那時候跟著他 他的罪性情越來越強 他的良知就越來越弱 但如果一個人越親近神 他的良知越強 他越處理生命 他越是善待人 他裡面就有更多的良善 那個罪性情一想出現 他立刻可以處理他 其實我們都有的 我們都有罪性情 都有時想生氣人 那個問題有沒有處理 但有些人他就夜去想的 日日夜去想 譬如像素羅 他一路生氣大衛 他一路窒道大衛 他以至他離開神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 我有什麼不好的事 求你光照 讓我真心悔改 如果不是 我裡面就會生出很多惡行 就說出來了 良善也是需要處理生命的 《哥羅西書》三章八節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 以及腦恨、憤怒、惡毒、毀謊 並心中污畏的言語 口中污畏的言語 即是說我們想有良善 我們一定要將裡面的垃圾清除 棄絕所有的怒怒、怒人、憤怒、惡毒、毀謊 講人不好的地方 以及污畏的言語 我們求主幫助 在這個圖裡 在中間的惡毒 你看他好像稱著一個人 罵到你死為止 就是一種傷害性的 這樣的時候 這個是良善的相反 好了 我現在用一個圖 幫助大家去思考 因為有一個觀念 跟聖經的觀念很相似的 講到人的成長之路 用三個字母 拼出來就是ask 這個英文字 就是問或者求 ask A是什麼呢 態度 attitude 心態 S是什麼呢 skill 技巧 技術 K是knowledge 這三樣最容易就是knowledge 知識是最容易的 首先我用聖經去講 知識 肥樂比書三章十節 使我認識基督 曉得他復活的大能 並且曉得和他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即是講到一個人的成長 靈類的成長 首先他認識耶穌 曉得他復活的大能 曉得他一起受苦 就效法他的死 即是說 我們知識上認識神多好 這個首先是知識 有知識不代表他好的 有些人說我查經查本 查完很多本聖經 很多本聖經 不代表他一定好 因為跟著還有下面的 S和A S就是技能 熟習真理 希薄來書五章十三節 凡只能吃奶 亦都不熟練人意的道理 即是他不熟習 他不能夠走出來 他不能夠走出真理 還有呢 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二節 耶穌說我所做的事 信我仍也要做 並且要做比更大的事 即是信耶穌的人 能夠做 好像耶穌做的 並且做更大的 現在有些人做的報道會 比耶穌的罪會更大的 有些百萬都有 耶穌以前沒有試過一百萬 但是我們做的 不會比耶穌更好 但是可以更大 更大規模 我們有互聯網 可以影響更多人 我們要懂得 在神裡面運作 我們才能夠去影響更多人 所以這個是技能 認識如何做 接著心態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心態沒有 你有知識有技能 都沒有用 一定要有心態 心態是什麼呢 愛人不可虛假 真心祝福人 不是為自己的便宜 還有專心愛神 神就答救他 並且將他安置在高處 這個ASK 我們現在應用在 惡人 惡人 惡人懂得什麼呢 他知道人性的軟弱 和人容易被人欺騙 香港現在很多人被人欺騙 其實很多時候 騙人就是拿到人的弱點 他知道你的弱點 有些就被人欺騙 他就說你 你大陸的錢 你現在犯了法 你如果告訴任何人 我立刻會告你 其實這些就是騙子 中國公安不會用這個方法 但很多人就很相信 真的被他騙了錢 不同的方法 你兒子被人捉了 各種方法 他懂得人的軟弱 第二 他知道如何競爭 然後他以為 知道如何從神得好處 這個講到一些似乎基督徒 他就說 我知道如何在神那裡得到好處 他以為 但這個是錯誤的 好了 技術 這個心術不正的人 學了些什麼技術呢 懂得如何騙人 利用人 欺騙人 這是不好的例子 學懂如何討好上司 和貶低同事為了升職 以及以為懂得如何得到神的好處 這些 即是 叫做什麼 學壞了 學歪了 這些人 接著的心態是什麼 他利用人 藐視人 輕看神 其實這樣的生命 一定被神追討 這個人是什麼 是一個惡人 奸搞的人 一定被神追討 是不能走雞的 我們未必去到這個位 不過總之心中有任何的 不善良 一種技術 方法去得到利益的 都是神不起悦的 好了 接著第二種 缺少智慧的人 首先他的知識是什麼呢 他不認識人的性情和感受 不認識他太太 丈夫 小朋友 他周圍的人 他們的性情是怎樣 他的感受是怎樣 他也不懂得怎樣幫人 他又不知道同事的心態 不知道神喜悦些什麼 他不懂得跟配偶相處 不懂得聆聽和關心 太長氣 以為 嘩嘩嘩就有用 其實丈夫如果一次不聽 你說五次他更加不聽 他以後都會關掉 所有你說的他會完全關掉 所以不是說五次 是引導他怎樣的方法 求神給智慧 他只懂得吩咐指責和督促小孩 對同事太硬直 不懂得令人舒服 以及不懂得怎樣討神喜悦 他的心態未必是不好 我講的是什麼 是缺乏智慧的好人 這個不是壞人 他只是缺乏智慧 很多基督徒可能是這樣 他的心都是基本上對人好 不過混雜了有情緒 他又想遵從神 不過也有些不想遵從神 即是混雜了一些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缺乏智慧的好人 那你是不是屬於這種呢 希望不是吧 他生命有各樣不同的問題 他生命發揮不大 因為他的愛心可能不強 他的智慧不大 然後第三種 就是這個有智慧善良的人 他有什麼認識呢 他認識配偶的需要和感受 他認識子女的心態 他的強項他的軟弱 他明白同事的強項和不好的性情 和他從聖經明白神的心意 他看到聖經他會學習 那他的技術是什麼呢 他懂得和人相處 懂得遵從和愛神 那第一呢 就是他懂得怎樣和配偶溝通 關心聆聽欣賞和引導 他知道怎樣溝通呢 他配偶更加聽他說話 更加影響他 更加祝福他 令他舒服 首先我們第一不要想著改太配偶 第一想是怎樣令他覺得舒服 令他覺得被祝福 在我心中呢 我時時都欣賞我太太 經常令他舒服的 那其實跟我相處的人 我都是這樣的 我是什麼人我都會想令到他舒服 令到他覺得被接納 也都是祝福他 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做的 我都很樂意去做的 那他懂得怎樣和太太溝通 和配偶溝通 懂得怎樣尊重子女 怎樣引導他們愛主和成長 懂得怎樣與好和不好的同事相處 有些人不好 怎樣跟他相處呢 好的怎樣相處呢 又懂得怎樣親近神 好神喜悦 以及高度的侍奉神 高度的 好的 而他的心態是什麼呢 是有心祝福人 遵從和愛神 這個是一個有智慧的善良人 他被神今生和來生的祝福 大家看了三種 一種呢 就是邪惡的 第二種呢 就是有好心 不過呢 就不懂得怎樣做 沒有什麼智慧的 第三種呢 是有智慧 又有愛心 有憐的心 有善良的心 而能夠提升的 有智慧 就是我們的侍奉 我們祝福人 不要只是在第一個層面 當你越是要祝福人 你問神 我可以怎樣更加給神使用 如果你有這個心 你找我 我一定幫你的 每一個人一定有發揮的地方 我也很想找更多人 是有心去服侍神的 那我問一個問題 有智慧的善良人多不多呢 左手邊那些 可能比較多 邪惡的 只顧自己 愛心冷淡 缺少智慧的比較多 真是懂得去聆聽安慰人 去傳福音 有策略性的侍奉 是少的 在教會裡面 好像一個金字塔 最多是甚麼呢 經常都有需要 有困難的人 軟弱的 最高一層都有心 不過智慧不高 最高一層 他是有心有智慧 但是他去得不高 再最高的 真是從神領受到方向 怎樣的策略 生命更高的提升 我們每一個人只能夠活一次 我以前初期做牧師的時候 我都覺得 做牧師不是每個禮拜講道 每個禮拜查經 每個禮拜探訪人 當時來講 只是做一些規律性的事情 沒有一個策略 但我現在找到一些策略 當我們這個疫情過去 我們就會有聚會之後 我都有一個訓練時間 我希望興起更多人 尋找神的策略 你多去討告 尋求神 神會提升你的 如果你有心 你跟我說 我一定會幫助你的 而神會怎樣跟你說呢 祂說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事上的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那我有良善 就是祝福人的心態 善良的心 忠心就是忠心做所有的責任 忠心祝福人和侍奉神 大家聽完這篇道 會不會有些回應呢 會不會是神 求你塗造我 求你改變我 讓我能夠結出聖靈的果子 讓我活在世上 不是枉廢我的生命 讓我是有智慧 有善良 你一直求神 你一時 賜給我善良的心 然後賜給我智慧 你就會被提升 求主幫我們塗造我們的生命 將我們提升 大家請大家起身 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哈利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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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心我結靜 提出父為原能慈慈 恩主我求能擇你 心裡猶和與謙卑 憑與愛與死 憑與愛與死 感染萬千聖命 將血美善靈性 恨願你來逃走我 使我才靈慈 使我才靈裡果子更多 其妙性靈 請將心我結靜 提出父為原能勝死 恩主我 憑與愛與死 感染万千生命 将显未善离世 因主我救能赠你 心内犹和与谦卑 行与爱与识 感染万千生命 将显未善离世 将显未善离世 主耶稣靠你联吻我们 耶稣靠你联吻我们 祝福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良善的心 赐给我们一个爱人的心 倚靠耶稣的心 心里面就是想祝福人 噢 耶稣 噢 耶稣 含 耶稣靠你 释放我 释放我 含 耶稣靠你 用花我心 用花我心 恨求圣灵 恨求圣灵 改变我 恨求圣灵 藏没我心 恨求圣灵 释放我 恨求圣灵 用花我心 恨求圣灵 改变我 恨求圣灵 释放我 恨求圣灵 释放我 我心恨求圣灵 改变我 主耶稣求祢改变我们 当耶稣改变我们 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变得非常美好良善 还有有智慧 我们就不会浪费一条命 神要帮我们 不要浪费了我们的命 因为我们的命很宝贵 主耶稣求祢帮我们 首先深信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不要觉得自己是没有用 我们个个都有用 只要我们听耶稣说 我们整个生命就会被提升 求主帮我们 每日亲近神 被神处理生命 让我们心中生出良善 心里面只是想祝福人 不求自己的益处 事事求别人的益处 神就喜悦了 神就提升我们 多谢天父 求主帮我们愿意 有谁愿意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成为有智慧的善良的人 你今天开始回家 善待你家人 祈祷求神 我如何去善待他们 有谁愿意的 你愿意去做 有些人愿意不是不做 你愿意做 可否向神举手 神我愿意 你向神说 神我愿意 善待人 祝福人 不计较人的恶 只是想祝福 赐给我智慧 懂得如何和人相处 如何去爱人 多谢耶稣 神一定喜悦的 神一定喜悦的 当我们真的去做 就算一杯凉水 神也喜悦 靠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个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做得到 靠着耶稣做得到 一起去说 靠着耶稣 我们可以做有智慧的善良人 靠着耶稣 我可以做有智慧的善良人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着耶稣 圣名阿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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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